火车站几乎看不见人影 也没有任何班车进站 原本应该要显示火车班次的荧幕 现在则是写着罢工的通知 德国的大众运输系统上周末展开 为期24小时的全面大罢工 大多数的公车、火车和飞机 从上周末开始就停止载客 这也是数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事件 德国两大工会、铁路及交通工会 以及威尔地工会 要求政府调涨最低工资 对抗越来越高的物价 劳工代表表示物价全面上涨 大众运输业的薪资却没有增加 生活实在难以维持 这次的全面性罢工 从长途、巴士、火车甚至到飞机 全都受到影响 据估计也有超过3万名铁路工人参加 机场则有40万名旅客的班机 遭到延误或取消 同时码头工人也加入罢工 德国的海陆空各方面 所有物流系统全部停摆 威尔地工会的领袖表示 现在的物价实在太高 薪资却过低 而且劳工过劳的现象太普遍 铁路级交通工会的主席则警告 如果不解决问题 罢工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财经专家认为这次的罢工可能会有成效 相信资方会有某种程度的妥协 预期最低可能会调涨7%的工资 欢迎新闻张云俊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